有朋友問一個電動車股的ETF 他問245元 他就說今年的前景怎麼看呢 他說有沒有機會跟車股向上衝回200元樓上 他209元有貨的 他衝回200元樓上給阿滴美變300元 你這樣想 現階段來說 你突然間短線 覺得去年炒到興奮的東西突然會上關 不是不可能的 但是短線機會沒有 我們說短線現在最大的問題 就是上年升得多的股份 很多都處於一個叫做調整階段 其實你問200元跌下來 不算深的 因為始終ETF有個好處是分散了 有些很高風險 質素比較差的 固然可能跌得比較多 但是分散了 可能拿著最多的是永德時代 禁風和 那些相對的運氣 其實禁風這段時間跌得多 200元分散了 他又不會說是禁風不會吃完180元 跌到110元的位置 所以你200元 我覺得 你可以想的好倉部署 就是除非你月供 你月供 你就繼續供下去 放一段很長的時間 但是如果你一住 突然間這些位置 望200元 我覺得有些不實際 相反你會不會彈完就散 有機會的 但是調整到什麼水平 ETF就更加難投量 因為這樣是涉及不同的板塊 不同的股份 就是沒有得猜 所以我覺得 我只能夠說 你能夠買這些ETF 一定是抱著一些比較長線的投資心態 如果你很懷疑 你不是用一個月供模式 摸了頂後可以做些什麼 沒有什麼可以做的 最多就是止虧的 但問題是止虧 會不會出現一個狀況 可能開心了一會 還會掉下去 然後再抽上去 然後可能用一、兩年的時間 測試200元這些水平 未必可能用一、兩年的時間 可能用一年的時間 用一個V字 有機會 所以這些股份 我們覺得這些股份 叫做局首 這些股份 這些水平買不做風險管理 其實那個風險一定是高的 因為在這一刻環境 跟之前說的比亞迪一樣 前景仍然很落股 我們還在說2060年碳中和 但是如果你說在未來這段時間 突然間內地的補貼政策 或者對電動車的負責行業 或者電動車的前景發展上面 有一個很大的改變 當然那股價還會掉下去 但是問題是低位的時候 你才會懂得止虧 你會失去一些很漂亮的止虧位 所以我覺得這一刻 你如果看245元的話 最主要是評量持貨水平 如果你做長線部署 可以的 但是長線投資 真的投資來說 一件基本要做就是分散投資 你不可能把所有錢集中 通常在一個板塊上面 還要高位置 不做風險管理 那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短期來說 我覺得這股份 155元的其實低位 再穿的話就要小心了 但是如果月供的話 你抱著一些時間 因為它越跌下去 你就越有條件的吸納 沒有什麼問題的 即使它209元 你都覺得現在可以先守住 那些位置 其實你問我 要走就一定走了 即是那些止虧位 沒有可能完全 你穿了平均移動線 你之前不走 現在你守下來 沒有必要突然走 可能還有機會打 但是技術反彈 我覺得 是否完全沒有可能 望回200元的水壁 不是的 但是如果你說今年 要回200元的水壁 其實難度也不小 我會這樣說 但是上半年 我們說得特別 環球股市上半年也是 我們看的是一個調整期 特別是升得多的股份 就越驚 所以這些股份 短期來說是驚為主 所以如果你真的 沒有這樣的持貨能力 或者你真的比較重 再穿幾點低位 就要再走